在现在这个社会,说喜欢你的人很多,但真正爱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而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际在生活中能为你付出行动 很多时候女人陷入一段感情会容易迷失自我,会轻易地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蒙蔽 这才是造成越来越多女人在感情里受到伤害 其实真正爱你的男人,一定是懂得心疼你的男人 所以说好男人疼女人会有这三个表现,中一个你就很幸福了 一,你生病了会第一时间陪伴在你身边 其实爱一个人都是舍不得对方吃苦受累的 那么一个爱你的男人,就会在意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任何变化都会牵动着他的心 当你身体不适,生病的时候,他会比谁都紧张 会第一时间带你去医院,陪伴在身边照顾你 能够做到这样体贴真诚的男人,才是真正爱你的好男人 这样才值得你去付出和托付 二,说什么事情懂得换位思考 为你考虑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仅只会体现在生活中对你关心 更多的是懂你,他会懂得你的想法 做什么事情都会尊重你的意愿 会为你考虑,不愿让你受委屈 当你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紧张在乎 会尽可能地帮你解决问题,让你更加舒心地生活 所以说这样对待你的男人,才是真正爱你,疼你的好男人 三,会注重生活疑似感给你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一个男人真正爱你,就会懂得你的心思,懂得女人都是在乎疑似感的 那么他就会在生活中给你惊喜和感动 在大小节日的时候,他会为你准备惊喜,给你带来感动 让你感受到幸福和他的心意 一个男人能够为你做到这点,有这种想法和思路,就是真的很爱你了 也是一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很多时候从一些细节上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心意 真正爱一个人总是会有体现,一个男人爱你就会有这些细节的体现 会在生活中让你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爱 所以说有这三个表现的男人,是真心爱你的好男人 能够为你做到这点,你就很幸福了 感谢观看